大家好,我是JanusGAN的销售经理,我叫李丹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扫描2D的调码扫描器 GS-M500B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手里拿的就是GS-M500BT的蓝牙二维调码扫描器 这个是我以前介绍过的我们的GS-M300BT的一维调码扫描器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的二维调码扫描器只是比它稍微的长了一点点 在厚度上都是一样的 然后宽度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二维调码扫描器 好,首先前面是我们一个扫描视窗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个后边是我们一个扫描的按钮 这个是扫描的按钮,触发按钮 在侧边是两个风鸣器的出孔 在扫描成功的时候它可以发出嗶嗶的声音 那在上面是三个指示灯 一共有蓝色的 还有绿色的,还有红色的 蓝色的代表蓝牙指示灯 绿色的代表扫描成功的指示灯 红色的代表充电指示灯 那在这个散描器的后边呢 我们一共有两个接口 这边是一个Micro USB的数据接口 它既可以进行USB的数据通讯 也可以进行USB的充电 那这个是一个电源开关的按钮 当年不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源开关关掉 它可以持续待机两个礼拜 那我们在一次充满电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二维蓝牙条码扫描器 在每次触发一秒钟触发的一次的情况下 可以连续扫描两万次的这个条码扫描 好,我在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电源开关拨开 拨开之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扫描二维条码 我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二维条码 那我们可以支持二维的QR Code 还有DataMatrix 还有这个PDF417 我们所有的二维标准条码 我们都是支持的 这是PDF417 这是DataMatrix的条码 我们的二维条码也可以同时支持 各种异位调码的扫描 好,这款的外观 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GS-M500二维条码散发器 是如何跟手机进行连接的 我们在标准的包装里边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一个条码散发器的背夹 这个背夹呢 是可以跟手机的一个保护盒 通过3M胶粘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粘上去 粘上去之后 我们这个保护 这个背夹呢 是可以跟我们这个M500BT 这个蓝牙条码散发器 可以扣在一起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GS-M500BT的 二维蓝牙条码散发器 就和手机背在一起 那是怎么应用的 我们可以这样拿住手机 然后用食指去按压 这个扫描的按钮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扫描一个 二维的条码散发器 我们这种安装方式呢 也可以这样拿下来 也可以这样单独的 一只手拿着手机 一只手拿着这个 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操作 好 我们还标准提供了一个 手持的手柄 那当您希望在用手柄的 这种方式来扫援的话 也可以非常把它安装到这个手柄上面去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手柄 它可以这样安装 那这个手柄呢 它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 它这是一个安装的一个凹槽 那它这边有一个microUSB的一个插头 那它可以跟这个 我们二维蓝牙条码散发器 GS-M500后边的这个microUSB 可以插在一起 那它下边的还有一个一个触发的按钮 那这个呢 下边的是一个电池舱 里边呢 有一个电池 可以装一个充电的锂电池 可以给它充电 那后边呢 是一个USB的接口 我们还提供标准的一个USB数据线 您插上去之后 可以和电脑进行 就可以把这个扫枪变成一个USB的标准扫枪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安装 我们把这个USB对上去 我们这两边有个卡扣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二维的蓝牙手 条码散发器 就可以变成一个手持的条码散发器 我们不可以跟 不仅仅可以跟手机相连 也可以变成一个 手持的二维条码散发器 这样呢 它还是一个蓝牙接口 当我们在后边插上一个数据线的时候 跟电脑连 它就变成一个标准的USB扫描器 所以我们这个扫描器的 它的连接方式是非常多样的 我们在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拔下来 那我们插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手柄里面的电池 会自动给我们这个蓝牙条码扫描器进行充电 当您插上USB数据线的时候 那USB数据线也会给这里面的一个 这个电池和这个散发器同时进行充电 所以您不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电源的问题 这样用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使用方式 可以应对您各种不同的这个使用需求 好 一个基本的一个使用功能 我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GS-M500BT的蓝牙条码扫描器呢 不仅仅可以跟手机这样 背在后面这样连接 我们也可以跟这种各种安卓平板可以连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 谷歌处的Nexus 7的一个平板 那您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扫描背夹 背在后边这样进行扫描使用 我们在很多医疗的这个应用场合里 这样应用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扫描 那您也可以这样一手拿着这个平板 一手这样进行扫描 我这边有一个扫描条码 这样也可以扫描 那它们之间的都是通过蓝牙传输 可以扫描进去 好